NBA顶级巨星 詹姆斯中国行真是刷新人们的三观,要是想问中国球迷有多疯狂,以前有中国女球迷文科比球鞋激动落泪,没有想到詹姆比科密更疯狂。詹姆斯中国行在上海惹惹闹闹举行,不过一般球迷想要接近詹姆斯,或者看见詹姆斯,简直是难如登天,在人山人海的环境下,能看见眼前一点黑都不错了。 于是,疯狂的詹姆斯球迷做出很多行为,就是为了一堵詹黄的风采,其中有五个詹姆斯球迷成功策划成功,居然蜷缩在通风管道里面,多了整整八个小时,然后看了詹姆斯,一个小时,总计是蜷缩了九个小时的时间,真是太疯狂了。 另外,这是一种偷窥行为,看来这五个詹姆斯球迷都是老司机啊,成功潜入到通风管道观养詹姆斯风采。 某个球迷没有忘记其他詹姆,收集偷拍詹姆斯分享福利,让外面的詹姆斯球迷可以更紧距离观望詹姆斯,同时了解到詹姆斯的中国后采访情况。 在手机偷拍詹姆斯的视频里,前面便是通风管道的铁丝网,空间十分狭窄,可见詹姆斯球迷的疯狂,整整九个小时蜷缩在一起,肮脏的地方,仍有那么大的意志力和耐力,詹姆斯到上海水土不服,就服詹姆斯球迷。 同时,新闻报道,黎詹姆斯采访现场,同样印证那几位疯狂的詹姆斯球迷,确实是成功潜入到通风管道偷拍詹姆斯,偷拍的镜头和媒体报道出来的镜头,如出一辙。 只是疯狂的球迷似乎不明白一些问题,那就是个人安全问题,狭窄的空间全所五个人,真心不怕在里面被憋死,这是在拿生命在追星,这一种疯狂的行径不提倡,同时会让詹姆斯感到得不到尊重,你要拍就大大方方的去拍,不要做一些偷偷摸摸的偷拍,幸好分享福利出来了,不然真要被抨击到地板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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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